北京时间3月4日凌晨 在迪拜举行的ATP500赛结束了半决赛较量 首场半决赛以卢布列夫击败自为列夫告终 而另一场半决赛更加引人关注 因为这是在两位大满关冠军新老世界第一之间的对抗 经过一小时35分钟熬战 梅德维德夫以2比0横扫德约科维奇 强势晋级决赛 关注网球的朋友应该不会忘记 在2021年梅网南单决赛上 梅德维德夫以3比0完胜德约夺冠 那场比赛也把德约科维奇当场打哭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三盘比分为3个6比4 还在那之后 两人有过4次交手 全部以德约获胜告终 逼着在这场半决赛打响前就已经发文强调过 虽然这场不是大满关 但梅德维德夫好歹也是前世界第一 他绝不想以5连败的结果面对德约 结果也如笔者所料 梅德维德夫打得很有侵略性 尽管第一盘他也面临过被迫发的局面 但他最终都挽救了 第二盘也有很多30-30的比分 但他还是顶住了压力 最终锁定胜利 巧合的是 两盘比分与2021年梅网决赛如出一辙 同为6比4 随着梅德维德夫拿下决定性胜利 也终结了德约本赛季15场不败的今生 而梅总近期也拿下了13连胜 状态好的没话说 德约遭遇这场落败后 他接下来的状态也可能会下滑 由于北美阳光赛他无法参加 只能寄希望于宏图赛季 而那时恰好又是纳达尔满血归来的赛季 相信纳达尔看到德约终止连胜势头后 也会心心倍增 对守住今年法王阵地 又增加了一份确定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